4月9日,欧阳奋强发布视频称,在为时说了一段相声,不敢透露时间,踏取一届的唾沫星子。 欧阳奋强很小的时候,就在峨眉电影制片场当演员,但欧阳奋强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,都没有试验过什么角色,原因是因为欧阳奋强长了一张娃娃脸。 导演们觉得,看眼儿童也不合适,青年也不合适,所以一直遭受冷落。 欧阳奋强也因为这张娃娃脸接不到戏,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,《红楼梦》的导演王福林选中,有着娃娃脸的欧阳奋强,让他出演了贾宝玉一绝,而欧阳奋强也凭借着饰演贾宝玉一绝,受到不少关注。 欧阳奋强也在拍摄完《红楼梦》后,选择去深圳学习导演,重新回到娱乐圈时,欧阳奋强知道了电视剧《爱在雨季》,此后也参演了《密电风云》、《艺术人生》等电视剧,以及综艺节目,可大多都不是非常出彩。 欧阳奋强留给观众,印象最深刻的也是贾宝玉一绝。 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,也是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,希望欧阳奋强今后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,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